平静的海上 一只巨型木马立在沙滩上 木马高白尺 有几百根木头搭建而成 铜体又黑 做工非常精细 看上去威武又霸气 这是斯巴达送给特鲁伊城的见面里 一旁的济师随即说道 这是上天赐予的圣物 应该马上搬回去供养起来 小文子即使说道 这是敌人送的 我们应该小心一点 还是烧掉比较好 可迷信的狗王还是决定 把巨型木马搬回城里 大搞庆祝活动 迎来全程狂欢 夜晚三更 敌人从木马的肚子里钻出来 打开城门 把斯巴达大军放进来 离以外合 灭掉了特鲁伊城 这就是著名的木马屠城事件 远在3200年前 特鲁伊王国的两个王子 去斯巴达狗王家里做客 久过三逊 小王子看上了斯巴达狗王的王后 和王后偷偷玩了几天 回家的路上 小王子对大王子说 哥呀 你来船舱里 我给你看样东西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没想到 小王子竟然把斯巴达的王后 拐子了 大王子当时就慌了 斯巴达狗王一定会带领大军 来攻打特鲁伊城 为了一个女人 引发一场战争 值得吗 小王子和王后那是真爱 为了得到王后 她决定回去 和斯巴达狗王火拼 大王子说 你连一只鸡都没杀过 去决斗 不是送人头吗 无奈之下 大王子只好硬着头皮 把王后带回去 听父王处置 父王看到小王子 把希腊的美女王后带回来 心里乐开的话 不仅没有责骂 还觉得小王子很能干 狗王看得出来 小王子动了真感情 如果把王后送回去 王子一定会跟着回去 到时候就是个死 于是军民一行 做好战斗准备 没过几天 斯巴达狗王 果然找到了哥哥 阿加门农王 让他帮忙把王后抢回来 一时间 千艘战船十万大军 开到了特鲁伊城的对面 战争一触几发 身怀金钟罩 铁布山神宫的神将 在最前面的战船上 他的这一仗 不是为了国王 而是为了名锤牵使 特鲁伊的弓箭手 果然名不惜传 有的勇士还没开始表演 就领盒饭了 战神带领特种部队 冲在最前面 用盾牌挡住敌人 慢慢靠近敌人 强探成功 十万大军上岸 在这里安营扎寨 准备打持久战 特鲁伊大王子的表妹被抓获 送给战神享用 表妹好有气质 长得已标志 战神对他很有好感 可阿加门农王 却要强行占位己有 战神表示很生气 差点就拔刀了 特鲁伊这边开会决定 明天就和敌人开战 小王子说 这都是他传的祸 他宁愿自己承受 国王问他 是不是真的爱王后 小王子说 爱得爱得 那就手握特鲁伊之剑 为爱情而战吧 这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战争 王后也想偷偷离开 不想看到有人因为他而丧命 可大王子告诉他 一切都晚了 阿加门农王早有吞并 特鲁伊的野心 只是找了个开战的借口罢了 第二天 特鲁伊的所有士兵 全部在城墙内集合 两个王子将带领大将 向敌人开战 敌人在哪里呢 看着密密麻麻 浩浩荡荡的 漫山遍野 至少有五万大军 双方排开阵势 场面非常宏大 被抢媳妇的斯巴达国王 对大哥阿加门农王说 他要和抢媳妇的小王子决斗 挽回一个男人的尊严 你别看这个国王 骨子都白了 打起架来非常威武 把满前的愤怒 全部撒在小王子身上 小王子是靠长相吃饭的 打架方面不是对手 挤驼子就被放倒在地 爬过去抱住大哥的大腿 打死也不起来 大王子正好拿出宝剑 送斯巴达国王离开这个世界 这下麻烦了 旧丑未报又填心狠 阿加门农王下令大军 全面进攻 大王子指挥大军 摆好铁桶阵型 敌人像洪水猛兽一样 冲过去送人头 也无法攻破 偷了一弓箭手在城墙上 万箭齐发 放倒成片成片的敌人 敌人中的二号勇士 使得一把铁锤 和大王子展开交手 几个回合下来 就被大王子整垮在地 敌人还在不断往前冲 基本都是成片成片的道 阿加门农王终于下令 全军撤退 再不撤就全军覆没了 阿加门农王打了败仗 又想起了战神 可战神是个有脾气的人 他才不会为了果妄打仗 怎么办呢 只好把昨天刚招的 偷了衣表妹还给战神 两个人很快擦出爱的火花 有这样一个大美人 还打什么仗呢 战神的表弟 却一心想要杀敌立功 可战神形意一决 明天一早就坐船回家 当天夜里 偷了衣又突然偷袭助长的大军 用火球对付敌军大营 把敌人团团围住 战神带领大军奉勇杀敌 大王子命令全军出动 两军再次展开厮杀 战斗异常惨烈 大王子可以说是秒杀战神 可惜最后才发现 这是表弟假扮的 本来打算回家的战神 得知表弟被害 发誓要为他报仇 第二天就穿上盔甲 来透露伊王城校正 大王子和战神在承诺前 展开一对一厮杀 大王子明显不是对手 基本上节节败退 战神抓住大王子的手臂 给予致米剂 但他并没有就此倒下 爬起来继续战斗 可还是无法改变悲惩的结局 被一枪插入胸膛 不仅如此 战神还把他的尸体拖回去 老国王看到儿子惨死 直接昏了过去 夜半时分 老国王来到战神的营地 跪在地上 请求战神把大王子的尸体 交给他安葬 战神尽为老国王的勇气 答应给他12天的葬礼时间 在这期间 双方都不会开战 透露伊表妹也跟着老国王走了 在城堡里举行悲伤的葬礼 举国上下都为大王子而悲痛 阿加门农王得知战神私自答应 休战12天 非常的生气 国王的手下 给他出了一个引狼入室的主意 士兵连夜开始拆船 建造木马 等12天后 透露伊老国王看到 5万大军全部撤走 只留下了一个巨型木马 记士说 这是敌人送给海神的祭品 应该拉回去凤阳 小王子和将军都觉得 这是敌人留下的东西 应该一把火烧掉 可是老国王他迷信了 还是决定把巨型木马拖回去 所有臣民围着木马 宅各宅物 庆祝战队的胜利 疯狂了一个晚上 可他们不知道 敌人压根就没有走 全部躲在了港湾里 夜深人静 敌人从木马内部钻出来 战神也在里面 他要去找特洛伊表妹 疯狂了一晚的士兵 还在睡大觉 在睡梦中被杀害 敌人打开特洛伊王国的大门 把门外的大军 全部召唤进来 大军在城里疯狂扫荡 成人被杀害 孩子被扔掉 房屋被烧毁 特洛伊陷入一片火海 老国王看到这一切后 心都碎了 后悔当初没有听小王子的话 王室成员从密道里逃走 小王子和王后女友告别 他要留下来和老国王并肩作战 老将军带领部队顽强抵抗 小王子也在射箭杀敌 可惜特洛伊还是寡步敌种 老将军被敌人杀害 弓箭里的神像都被推倒 特洛伊老国王被阿加门农王 从背后刺死在地 战神一直在寻找特洛伊表妹 表妹后来又被阿加门农王逮住 要把她抓回去侍寝 这个威武的女汉子 悄悄拿起手臂 朝着对方的脖子就是一刀 结果了她 战神及时杀到这里 救起了表妹 战神早就厌倦打打杀杀 她要和表妹一起平平淡淡 可惜特洛伊小王子杀到这里 弯弓射箭 一剑射中了战神的脚踝 战神是半人半神 又金刚不坏之身 可脚踝是她的致命弱点 小王子继续射箭 战神神中输箭 这个战无不胜的硬汉 终于倒下 她打了一辈子的仗 只有在特洛伊表妹这里 才体会到了暂时的平静 小王子就左表妹 留下战神一个人倒在了地上 此时的特洛伊城在一夜之间 再一从繁华变成废墟 小王子和王后媳妇 安全逃出了特洛伊城 开始新生活 想当初 就是因为小王子 偷走斯巴达狗王的王后 才引发了这场战争 如今看到 国魄山王 他们的心情也是非常复杂 这部电影名叫特洛伊 这些恢弘华丽的战斗场景 即便是电影上映20年后 再次观影 也让人叹为观止 长达三个多小时的电影 给人感觉一点也不拖沓 素材了很多饱满的人物形象 是一部值得一看的史诗电影